虽然国内疫情缓和 各个场域都适度松绑防疫规定 但国小以下的学童都还未施打疫苗 校方人不能太大意 而在大五国小将办理 现立儿童合唱团的联合团练 将有南回地区以及其他小学生 到校共同练习 校方人做好防疫措施 保障学生的健康安全 国内疫情缓和之下 许多场域都适度松绑防疫规定 但国小以下学童都还未施打疫苗 校方人不能大意 而在大五国小将办理 现立儿童合唱团的联合团练 将有南回地区其他小学生 到校共同练习 校方表示人会做好防疫工作 一样进行量额温 一样消毒双手 然后老师就做实联制 因为我们已经有名册了 然后有老师来做实联制 实联制的登记 然后我们每一个都量额温戴口罩 然后就是消毒双手之后 我们就会到团练教室 那我们团练教室是试听教室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室内八十人的限制 然后我们现在那间教室 这样子加上学生跟指导老师 大概就会有一百位 那这个一百位的呢 我们一样都戴口罩 但是在练唱的时候 我们来试状况可以把口罩拿掉 但是其他的时间都是要戴口罩 然后这间教室就是用完了之后 我们学校就会进行教育 教育处也提醒 虽然防疫措施限制放宽 学校的防疫工作人不能少 保障学生到校的健康安全环境 本来如果说按照室内跟室外人数的管制标准 有超过的话还要报防疫计划 那11月2号之后 这个部分也已经放宽了 所以其实疫情走到现在 我想大家还是在遵守防疫政策的前提之下 慢慢的我们得回到防疫的正常生活 病疫情爆发之后 全民防疫工作实施至今有成效 但大众仍不能松懈 若有身体不适或咳嗽症状 应在家里好好休息 并随时进行消毒工作 持续做好防疫 就讲解台东时报道 感谢阅 防疫 保障 推行 室外